草布葵是名义名鹿葵 华菜 细味 苗 甘 寒 华 无毒 煮至流行性斑窗 斑窗很快传遍全身 窗中有白浆 煮葵菜叶 与蒜鸡合吃 有效 漏窗不合 先以温热的桃米水洗净换处 再用葵叶微火烘暖贴上 贴过二 三百叶 把浓引尽 即可合口生肉 寄鱼 蒜 房室 汤火伤成窗 用葵叶盐为末 孵患处 二变不通 用生冬葵根二斤 导之三合 生姜四两 取之一合 合云后分二次伏 连伏数计即通 萧可 小变不利 用葵根五两 加水三 丸主之 天明后浮下 一天浮一次 漏胎下雪 雪尽自死 用葵根 精烧灰 九冲浮一池 一天浮三次 乳庸 用葵精及子为末 九冲浮一池 一天浮二次 身面干窗 出黄之 用葵根烧灰 和朱油涂茶 产后淋漓 用葵子 一座冬葵子 一合 瓢消八分 加水二升 煎成八合 先煎葵子 后下瓢消 一顿符 催产 用葵子一合 倒破 加水二升 煮成半生 一次符 不久便可分娩 乳之不通 或乳房障痛 用菜子 炒香 肃杀人 等分为末 热酒送福二前 即燕 包衣不下 用葵子一合 牛膝一两 加水二升 煎成一升福下 脸上窗窗 用葵子 白子人 福灵 瓜半个一两 共颜为末 每福一池 饭后福 酒送下 一天福三次 一天福三次 一天福三次